今天为大家推介的文章是帮降出声的博客施智山 他的题目是 《免是人来比,假是自己丢》 请反对特首指定国安案法官的人 不要掩耳盗灵 《免是人来比,假是自己丢》 这句通俗的广东话大家早已经耳熟能长 意思当然清楚不过 用这句来形容最近不断评激反对由特首指定审理 涉及国安法案件法官的人 当然也是最贴切不过 《国安法、国安法》 开宗名义就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在一国两制下的港区国安法 要保护的当然是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中国的国家安全 难道是要用来保护美国或英国的国家安全吗? 全世界有哪个国家是没有国家安全法来保护自身安全的呢? 答案是没有 世界警察的美国自己就有大大小小几十套国安法 最严格的刑罚不是终身监禁而是死刑 全世界有哪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法 是由外国国籍的法官去审理的呢? 答案是没有 除了是殖民地或任人如辱的国度 在香港 有一些人看到反对国家安全立法是强咬不过去的自己理规 转移找其他支节来继续行反对之实 那些基于政治司令 反对和阻碍基本法23条 23年都未能够于本地立法的政客先不要说 法律界走出来反对特首指定 特定法官审理国安法的司法界头面人物 如果不是自我膨胀或乱值情结作税 就是根本存在利益冲突 不应该将自己的声量调教到这么高 香港法律界总有一班人 以为自己懂的普通法就是 泳春叶问的宇宙最强 每日开口埋口司法独立 讲讲下自己以为司法独立 可以凌介一国两制原则 可以当中央武道 更可以视国安法为洪水猛兽 黄都不知怎样形容的大律师公会 就是这班人的总代表 过去的一年 香港打扎烧场的黑暴 总是沉默士金的大律师公会 对国安法却是意见多多 三日不连两日 就声明又上电视评击这样评击那样 其实很多市民可能和我一样 很想说一句 麻烦找一块镜照下自己 过去二十三年 又非一大班大藏法军 连同泛民政军联手 阻止《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 港独和外国势力干预香港 可以像今天今事无忌惮吗? 中央政府又何需用心良苦 帮香港制定国安法 没有港独黑暴 没有部分司法界人士故意中暴 令香港动乱不止 中央又何需做着一个丑人 帮香港制定国安法? 一句说完就是司法界做得差 没有帮一国两制守好法律的关 甚至连最基本的香港社会秩序都不能把好关 屯门法院裁判官水佳麗一句 钉气油弹少年反系优秀的小孩的经典赞赏 全国文明冲出亚洲 早已成为世界级的法庭奇闻怪谈 沦为笑话 香港司法界成为一国两制的脱脱猴 以为自己是宇宙最强不在话下 而且抗拒社会其他意见和监管 近年已经膨胀成为 近乎无人可以监管的法律至上主义 但他们似乎故意忘记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基本法早已规定香港 是奉行行政主导的体制 不是司法治港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 需要由特首提名 然后才由中央语以任命 同样根据现行做法 土地审裁处、勞资审裁处的法官 都是由特首直接提名并委任 这是行之已久的既有机制 体现的是特首的行政主导献制角色 故由特首指定一批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 负责审理有关国安法案件 合乎惯例 法理之中有何不可 难道一定要由外国法官审理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案件 这才叫司法独立 在黑白颠倒的政治狂热下 很多人忘记了是非 失去了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连荒谬两个字都已经忘记了怎么写 请反对特首指定国安案法官的人 不要再掩耳道灵了 这几年香港司法有多差? 警察抓人、法官放人 早已是香港最丑陋的风景线 何必再自欺欺人 特首不指定国安案法官 难道由前公民党党员法官 或者外国法官来审理 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案件 大家才有信心 说白 免是别人给 假是自己丢 信不过就是信不过 危害国家安全或恐怖襲击 难道又只是判社会服务令 或者罚款首行为? 不要笑死人 今天为大家推介的文章来到这里 下次再有机会继续为大家推介 好了 中文字幕——YK